烤鱼 烤得挺不错的 就烤好了一串吗 叶家富甲一方 饭都不让人吃饱 你给我机会吃了吗 在这儿吃不是一样的吗 你头上冒烟了 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那你找我来干什么 好 生气了 你在弃我 庆宫宴为什么没有邀请你 你觉得呢 你是肃国公 叶氏姐可不敢想 自己有这么大的面子 我是要跟你说这个吗 我问你 你这次遇前告状 最应该感谢的人是谁 那肯定是肃国公 你这说违心话的样子 还真是面不改思了 我是真心感谢你 不管是在矿场 解救官差 还是在定州帮助难民 还是你帮我寻得过去的真女 与长公主对峙 又或是在青城山的坟头 你点醒了我这个糊涂人 这桩桩渐渐 没有你 我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顺利 多谢肃国公的相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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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吵了一架 走了 你怎么能和他吵架 把他气走了呢 你还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我说你怎么会丢着那些人来找我 原来还是另有所图啊 我是真的感谢肃国公 只是如今薛县令的病情不容乐观 太医们都束手无策 我才想起了司徒娘子 这酒真难喝呀 送客 姜儿娘子 请 日后肃国公若有了司徒娘子的下落 还请告知我 我必定会念这份恩情 你生气的样子也挺俊俏的 肃国公可知道司徒娘子现在何处 吵了一架 走了 你怎么能和他吵架 把他气走了呢 你还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 我说你怎么会丢着那些人来找我 原来还是另有所图啊 我是真的感谢肃国公 只是如今薛县令的病情不容乐观 太医们都束手无策 我才想起了司徒娘子 这酒真难喝呀 送客 姜儿娘子 请 我 请 请 日后肃国公若有了司徒娘子的下落 还请告知我 我必定会念这份恩情 你生气的样子也挺俊俏的 爹 您过去常跟我说 人要行的端 做的正 乃是君子之风 方能有天下 行四方成大事 若先有邪念 必将为人所不齿 可为何现实这样对你 为何好人总不得好报 阿丽 爹 我在呢 爹 害我们的那些人 还在世间逍遥快活 我已经很接近他们了 很近 很近了 天道 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 表哥 找我何事啊 没什么 就是想问一下 方才苏国公找你何事 就是说了些琐事 怎么会是琐事 你与国公府哪里来的琐事 表哥 我说琐事就是琐事 阿丽 我知道你心里主意大 不喜欢人干预 但我还是想多问一嘴 苏国公没有欺负你吧 我从未见此人在朝堂内 与何人结交 他如此接近你 可有仗势欺人 没有 苏国公他帮过我 我心里有数 好 你心里有数就行 这段时日 还要劳烦你过来照料薛县令 我有时间就会过来 有我在 你大可放心